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向量平移的解法 我们在前面提到呢 解力图的时候有三种方法嘛 第一种是向量分解 第二种是拉密定律 第三种是向量平移 那不过向量平移它在使用上是有条件限制的 它是在条件限制是什么呢 三粒平衡的时候恰好有两粒互乘直角 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向量平移 那这边直角在哪里 T1跟千锤线这边是不是夹37度 那T2跟千锤线这边是不是夹53度 所以T1跟T2是不是刚好互相垂直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用向量平移会比较方便 那该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看 首先我们习惯处理的是和 就是说共点力的平衡 所以说现在这三个力量它没有共点 我们先把它平移成共点 先做成一般式再来处理 来T1我把它平移过来 好 T1平移过来会在这边 这是T1 T1 那T2把它平移过来的话 T1 T2互相垂直 所以T2平移过来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再来把物重平移过来 物重是10公斤重 那我们单位在这边就先不写 这个是T2 好吧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来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在我们在画力图的时候跟你讲过 力图的长短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T1的向左分量是不是大概这么长 那T2的向右分量应该也要大概这么长 所以这个长短的部分 大家要自己能够去把握一下 不要画错 那当我把它平移过来之后 我就会发现说 现在三立平衡有两立成直角 所以老师告诉我说 可以用向量平移 好像会比较快 那向量平移怎么移呢 当三个向量和向量为0的时候 在数学上是不是告诉我们 它们三个一定可以平移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之前讲过嘛 如果是四个力量五个力量 那平移之后就会形成四边形或五边形 所以我把T2给平移过来 T2平移到这里来 那这个物重10公斤重 我们把它往上平移 往上平移 它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封闭的三角形 而且因为这两立成直角嘛 它又刚好是个直角三角形 好吧 那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角度是不是37度 你看嘛 T1跟千锤线加37度嘛 对不对 那我这里加37度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比例去换算出你的答案了 这里应该是3比4比5 OK 好那结果就直接写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是10的话 T1就应该是8公斤重 这个单位是公斤重 那T2的大小就应该是6公斤重 好这是向量平移的一个解法 那同学要记得 三立平衡有两立成直角的时候 我们才会拿来使用 使用